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,推出了两天的房屋养老金闹得沸沸扬扬,遭到了全网的踏伐,所有的网民都在狂骂政府,结果只是过了两天就卸了菜,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,因为中国的房屋只有70年产权,所以实际上你不是业主,只是租客,共产党把房子租给你70年,所以你跟开发商买的时候只是买下了70年的使用权, 中间的保养是50年,结果现在共产党要你为这些质量不过贯的房子付钱维修保养,但是你一开始买的时候,你不是已经给过了吗?有2%的费用是类似物业保障楼宇基金,所以实际上政府在这方面有着绝对的责任,但是现在共产党却打算推出保养的方式,先找你要钱,到时候他就会说,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帮你付,就好像是抢基金一样, 你供了这些钱,到时候你的房子需要维修,就由我们来帮你付,但是等到他们把钱全部亏空了之后,你认为他们还会帮回付吗? 中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,是一个可耻的国家,他们会想尽办法来偷你和抢你的钱,所以根本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,没有人会把钱放在他们那里, 现在连社保都没有人去供了,我现在20岁,你叫我供社保,要等到65岁才可以领,但是我到了35岁就会失业了,因为一到了35岁,人家就会嫌我老,但是要等到了65岁才可以领,那我中间的30年怎么过?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去供社保,有供的都要去要回来,回头来说房屋养老金的传言,中共官方竟然在两天之后就跳出来辟谣,为什么会这样? 当然,他们在讲的时候说的含糊其词,目的显然易见,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,他们这么做分明就是想捞钱,现在到处都没钱,他们就想去抢市民的钱,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反对,最后就歇菜了,这件事已经是自从在三中全会传出了习近平中风之后,第二宗中共推出之后收回的政策,上一宗是伤网许可证, 现在已经不推广了,因为也是遭到了极大的反对,我们可能要另外做一节节目,来分析一下中共为什么现在会向民意屈服,要知道习近平从来都没有向民意屈服过,为什么会这样? 有两个可能性,第一当然就是习近平真的是失事了,被打倒了,现在已经不是由他说了算,下面的元老和其他集体领导人认为要尊重一下民意, 因为现在的民意都是在对准习近平,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想害人,所以我们要反对,第二就是习近平虽然没有被打倒,但是他看到民间所有的人都恨不得他早点死,现在的他简直就是跟过街老鼠一样, 所以他非常害怕民意最终会把他吞噬,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,他也害怕这些星星之火一旦点着,就会燎原整个神州大地,这个话题要另外开一节来讲, 回头来说这次的官方辟谣,辟谣的消息是来自解放日报的微信公众号,有关房屋养老金的传言,上海的辟谣平台明确指出,是由上海市住建委,是房管局获悉的,说这个传言不实,因为有人提到了上海辟谣平台,说这是一个二手消息, 结果在上海辟谣上也找不到完整的辟谣版本,首页没有,头条没有,权威发报也没有,那到底是来自于哪里,除了解放日报,还有环球网等很多官媒都转发了这条新闻,那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,原本的辟谣平台上没有了,但是这些中共的喉舌居然转发了这则辟谣新闻,所以十分搞笑,现在他们说, 没有这回事,我们不需要老百姓掏钱,我们不是要收房产税,也不是要你们多给一分钱,中央会有财政补贴等等,其实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,但是现在似乎民意的巨大压力冲垮了他们推行这些政策的信心,上一回的上网许可证也是终结了,烂尾了,因为有很多学者在大力反对,中共也没有对那些学者进行大报复,没有说要抓他们, 或者是软禁他们,这一回也是一样,因为在海外有大量的讨论,再加上内地的业主一听说又要收钱,现在已经有人说出了一无七次这个法,在你买房付过钱的那一刻起,你就要被割七到,割到你死为止,好像是零池一样,买了套房子到处都要收钱,没有一刻不被人虎视眈眈, 插一段广告时间,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,还没安装VPN的观众,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,多谢 但是其实共产党也害怕一个问题,除了是民意的大量反弹之外,还有就是业主会大量抛售物业,房产税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曾经提过,一直都在说要推广, 在李克强还没有死的时候,国务院就已经推出来了,但是遭到了整个地产界和金融圈的反对,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来,持有物业的成本就会大涨,有很多人都会抛售,人们可能会疯狂抛售物业,到时候整个市场就会倒塌,所以他们不敢这么做,他们也害怕会控制不了局面, 共产党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控制不了局面,尤其是自从7月15日三中全会开始,当天下午传出了习近平中风,而他在之后推出的政策好像遇到强烈的反弹,他们就会马上叫停,这一回最快,两天就停止了,之前的上网证还酝酿了一段时间,之后才跳出来辟谣,叫大家不要过分解读,大家误会了等等,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是民意的一个重大胜利, 也是习近平上台12年来从来没有过的,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,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,到底是习近平开窍了,知道民意的压力很大,最终会把他吞噬,还是他真的是实实了,被人斗倒了,我个人倾向于相信习近平应该是被瓜分了权力,但是还没有完全倒台,我一直都觉得他现在的情况就好像当年的华国锋那样, 还不至于会马上倒台,但是他的权力已经下放,有很多地方已经不关他的事,有人架空了他,他只是作为一个吉祥物,或者是像一个交际花,负责出来接一下客人,喝一下酒,吃一下饭,握一下手,通一下电话,通电话其实也不用他来负责,别人讲英文, 下面有很多秘书翻译在跟进,中间的内容是什么,什么要求你尊重一个中国政策等等,照稿读就行了,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打电话,不是突然有空就拿起来打,而是要双方约好时间,定好要讲什么议题,然后全部写下来,到时候照稿讲,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,现在的习近平是处于华国锋临下台之前的晚期,所以整个中共整体才会如此在意民间的反应,尤其是在开始传他的死讯,然后他出来辟谣,告诉别人他还没死,外界传他身体有事,一看头发很明显就是做了手术,所以不敢出来,人民日报没有报他,央视也没有报他,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,这个问题可能要上一两年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如何,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像1980年,华国锋还没有正式辞职之前的那一年,那时候还是到处都在高举他的画像,但是已经没有再提两个凡事了,就跟现在已经没有再提两个确立,也没有再提一尊这个说法一样,所以这一回房屋养老金已经彻底失败,中共可以说是在短时间之内又输了一掌, 要知道中共从来没有向民意压力屈服过,民意从来都没有赢过,但是现在只要反弹力够强,怕他就会让步,当民意的压力不算太大的时候,他们就会不了了之,这就是现在整个国家的现实,所以我们在之前大力地唱衰他,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真的可以把他唱得动摇,所以我们会时刻紧跟着局势,我认为未来的这一年对中共来说, 是风雨飘摇的一年,对于全世界来是好事,但是对中共不是好事,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是好事,中共越是动摇,越是薄弱就越容易倒台,这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去推动。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 感谢您的观看